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即將展開 聖火傳遞抵達吉隆市 教育處長劉美蘭親自迎接聖火 高級聖火自行交接 加油 開幕一次前 吉隆市政府替代表隊舉行授旗儀式 吉隆市副市長邱沛玲 議長佟志偉 市議員施偉鎮親自到場 替選手加油打氣 我只要努力 只要我用心 只要我有很強的毅力 我不會輸給其他人 我深信每位參與的選手 都會有同樣的想法 再一次祝福 也希望各位在今年 能夠創造更好的佳金 議長佟志偉 特別執政加菜金 鼓勵選手全力以赴 全中運在跆拳道奪得三面金牌 是近年以來非常好的成績 我想我跟市委政議員都非常高興 今天也特別來市政府教育處 主持的這個 幫選手表揚的大會 我們來祝福他們也感謝大家 那分別是基隆女中跟成功國中的小朋友 我想基隆的這個運動風氣 我們需要全面來提升 那就像我們必須以身作則 然後提倡全民運動 讓我們的運動環境可以更好 今天我們基隆市政府給我們全中運選手的授旗典禮 最重要的是在過去 尤其是去年我們基隆市 奪得了這個全中運最好的成績 我們三面金牌 那去年呢 偉政即將要接任的全級委員會 由我們基隆中學所代表的好手裡面呢 在去年也奪得了一面銅牌 希望我們今年的選手們 能夠保持去年的成績 甚至是更加突破 那除了努力奪牌以外 也希望能夠在我們喜歡的單項上面呢 來推廣這樣健康的運動 讓我們基隆市的運動風氣更加的興盛 我們今年呢 參加全中運的部分總共有10項 那在比賽之前的話 我們已經在會前賽的部分 在跆拳道我們已經拿到了三斤 然後三銅的一個很好的夾擊 而基隆名傳國中 參加全國籃球比賽 也傳出了捷報 16日在對戰宜蘭文化國中 最後以73比66立刻對手 獲得全國以及籃球聯賽冠軍 議長通知委 日前更是親自到台北體育館 替名傳國中選手加油打氣 基隆市名傳國中 特別在全國的以及籃球聯賽 拿到冠軍 那我想我非常的開心 也非常的欣慰 我想我們這個這麼多年 名傳國中在這個訓練上面 我想教練驅首功 教練一定是負責這個最大的功勞 我想我們教練非常的認真 那這這麼多年來 利用有限的資源 在我們這個有限的場地底下 把成績訓練到這麼好 培育一屆又一屆的小朋友 我們這樣一屆一屆 看著大家出去打高中 然後打大學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那我想我們在有限的資源 其實我們籃球 在基隆市一直都是 非常重點的運動 而且我們有非常多的籃球選手 包含我們 名傳的徐偉勝教練 也是過去是直籃選手退役下來的 那包含我們現在 跆拳道拿到三面金牌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單項 在基隆都一直有非常優秀的傳統 未來我們如何整合教育處跟體育相關的資源 來重點發展相關的項目 我覺得非常重要 當然每一個單項我們都非常重視 那如何把資源整合在我們有機會奪牌或得名的單項運動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特別的來努力 那我們也會努力的讓選手有一個逐夢的空間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即將在4月22號到27號在新竹縣舉行 基隆市代表隊已經在提前辦理的跆拳道比賽 拿下了三金三銅的成績 副次長邱佩玲也提醒每位選手 比賽時要注意自身安全 期許大家發揮最高水準 刷新上屆得獎記錄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記者黃紹文 基隆坦